有个天天向你撒娇的圣女大人有多爽 连打扫的卫生都要过来贴贴 就在刚刚 男主的老朋友来到了家中 想在教会借宿一段时间 因为他厌倦了大城市的不停内卷 所以才打算过来放松下心情 看亚伯可怜兮兮的模样 男主只好答应了下来 男主见状没忍住抱了句粗口 听到他自称老子 圣女瞬间就泛起了花痴 觉得这真的是太酷了 就在这时 亚伯询问圣女叫什么名字 男主不好意思说出口 于是便把名字写在纸上递给了亚伯 圣女过去从来没有被人用名字称呼 就连男主也不例外 亚伯对此很是不可思议 塞西利亚的名字这么好听 你竟然从来都没叫过 趁男主整理资料 圣女向亚伯打听起了男主有没有恋人 但让他没想到的是 亚伯竟然回答有 听到这话圣女的心情瞬间就跌到了谷底 紧接着亚伯解释 男主从小就把圣叔当成自己的恋人 圣女这才明白 亚伯刚才是故意逗他玩的 为了表达歉意 亚伯把刚才罗伦写圣女名字的指地给了妹子 由于今天是新月 所以在去教会之前 圣女来到男主面前 将守护之力注入到对方体内 在男主学生时期 亚伯也常会在新月的时候跑来找他 回忆起年少时的欢乐时光 二人不禁有些感慨 亚伯借口出门散步 给他们创造独处的机会 圣女果然不负众望上前和男主贴贴 男主告诉妹子 虽然亚伯是她的好朋友 但圣女懒散的一面只能给自己看 这是二人之间的小秘密 圣女还以为对方在和他表白 害羞得整个人都红温浪 一天的忙碌下来 几人终于可以休息一会儿了 男主让亚伯帮忙去外面巡视一下 可突然一阵眩晕赶袭来 剧烈的头痛让他不得不躺下休息 圣女见状有些手足无措 巡视回来的亚伯给男主检查一番 结果发现是圣女给他太多加持的缘故 没多久男主就苏醒了过来 可圣女一激动 竟然用头锤不小心把他再次撞晕了 亚伯从小便能看见各种东西 所以他也能感知到男主身上的各种家伙 在遇到圣女之前 都是亚伯帮助男主转位为安 特别是像今天这样的星月之日 男主更容易吸引不好的东西 天使和恶魔最喜欢他这类的人了 而男主本人对此却毫无察觉 亚伯和圣女也不打算告诉他 由于男主处于妹子的圣域之中 所以加持的效果才会提升过头 自己的一片好意到头来 却给罗伦造成了困扰 妹子都感觉他没资格当圣女了 如果要是有更强大的力量 那他就能把男主时刻笼罩在圣域之下 教会中的四名天使总会被罗伦吸引 经常和他发生抢人大战 亚伯这次的突然造访也是为了确认罗伦的安全 在信中他从没提到过自己的身体情况 所以亚伯才过来查看 他答应圣女下次会带男主以前的照片给他看 聊着聊着 二人的肚子全都叫了起来 如今男主卧病在床 他们只好亲自下厨做些吃的 可一番操作下来 厨房被造得一片狼藉 虽然圣女做出的饭菜卖相有些难看 但男主吃到嘴里发现味道竟然出乎意料的好吃 旁边的亚伯见状直接打起了助攻 妹子害羞地跑回了房间 这是男主开口询问起了亚伯的来意 亚伯让他不用担心 自己不会把圣女的事情告诉那些贵族 也不会出门到处乱讲 毕竟圣女的影响力非常大 二人正聊天之际 圣女却突然跑了下来 想请求罗伦帮忙把房间里的蜘蛛送走 男主听话照做 但圣女却忽然向他表起了白 どうやら私は ローレンがいないと 生きていけないみたいですね 俺は 守りたい聖女様に出会いましたよ